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格式方面的内容 因为我这边也9月17号快要开学了 那我想在开学之前至少在格式方面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基本的格式 这样大家写出来的论文就 从它的外形来看 它是一个论文的 它有个论文的外形 那内容就是比较漫长的过程 但是至少大家写出来的论文 它长的外形长得像论文那么回事 就是这个就需要格式这一块来掌握 掌握格式 那我们 大家每个人打开自己的一个空白的word档 这个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个封面 就是论文的封面 还有目次 这个目次是这边可以超连接的 超连接的 比如说我点台结论 我一点结论 那么直接会跳到结论这里去了 我要看第三章 我点第三章 那么这边可以直接点到第三章的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我要看这个内容 我一点这边会直接跳过去 所以那这样子是怎样的一个设置呢 另外还有它的页码的设置 是怎么设置 因为它不是页码它不是从头到尾算过来 它是从前沿开始才算页码的 那怎样在前沿 从前沿开始来设置页码 这个都需要大家一起实际操作 好 那大家有没有准备好一个 新的空白的word文档 先打开 都有准备吗 好的 如果我在跟大家慢慢的 很仔细的讲这个怎么样操作的时候 如果速度不快了 或者是你觉得听了还是不够清楚的地方 你们可以及时的告诉我 我再做调整 好的 那首先我们一个论文 首先是封面 封面这边是有个图标 那我们自己选择自己想办的图标都可以 因为我们是属于波特心协会论文写作 因为这个是因为我在这边读书的话 我就是写进决生且大学这边这几个字 那我们是写波特心协会论文写作 它的字体这边 我们大家打开一个空白的文档 这一块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操作 只是拼就好了 等一下这个页码的设置我们再实际操作 这个封面 大家可以把我这个封面拿去做参考 在上面做文字修改都可以 只是把我的这个备注给它删掉都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自己做 这边都有写 它是属于标凯体 标凯体有两种呈现方式 一种是直接写标凯体 还有一种是这个字母的形式 18号字 通常我设定的是18号字这个 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也就是告诉我们是属于哪个单位的 接下来呢 这个部分就是标题 标题的部分呢 是主标题 就是什么经的研究 关于什么内容的研究 如果涉及到经或论或绿的那个名称的话呢 通常是要加上书名号 要加上书名号 那副标题是在下一行这边呈现出来 就是用这个获得号给它区隔开来 这个副标题 如果有副标题的话 就用这样的格式呈现 这边呢 它的字体也是标凯体 18号字 18号字 有的人电脑它显示的是标凯体 有的人它显示的是这个字母的形式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电脑里去找找看 就是18号字 那封面内容除了你所在的单位之外呢 还有标题 接下来就是你的指导教授 指导教授 就是某某某法师某某教授或某某老师都可以这个称呼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自己笔者的名称 笔者通常我们写论文在论文里面 在写论文的时候没有称呼 我 很少是用我来称呼自己的 都是用笔者 通常是用笔者来称呼自己说笔者 怎样的 但是我们 学生 学生某某就可以了 这边是格式都要对齐 这边标点符号都尽量对齐 看起来比较工整一点 他这里的字体和字号呢 也是标凯体16号字 标凯体16号字 接下来呢 是日期 就是你发表这篇文章的日期 就是西元多少年 西元就是这个0呢 要写成这样子的 这个0不是我们电脑里的O 它跟O不一样 这个是中文字的一个 这样子呈现 然后 发表论文的那个日期 要给他就是国历 也就是杨历 这边呢 是心系宁体 心系宁体16号字 这个呢 每个学校它规定的这个 这个封面的字体的大小 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差别 那个都没关系 就是我们去参加 哪个地方的论文发表 我们就按那个地方的它的标准来就好了 区别主要就是它字体的大小 或字体有一些些微细的差别 但是都是大同小异 这都没有关系 我们先就这个来掌握这一种 后面就随着不同的地点来 时间地点来随机应变都可以 我们先掌握这一种标准 封面的话 主要是字体还有字号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我们预览一下这个封面的效果 就是 看一下 因为这边我有加了备注了 这个备注它是不算的 就是因为为了方便给大家看清楚这个 这个除外右边的这个批注它是不包括的 所以我们的封面呢 它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呈现出来 好 那接下来是要操作的内容 就是目次了 目次的部分 你们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次啊 这个不是我做出来的 这个是电脑自动生成的 但是前提是 我们先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我们一起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看怎么样子操作把它做成这个效果 好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 我们在写论文呢 首先就是要把我们的目次 首先要拧定好 也就是论文大纲的一个章节的安排 假设我们章节目次 我们一起操作 这样子 大家才知道自己掌握了多少 那我们先打一个目次 假设第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属于小论文 比较小的论文 所以呢就按这个一 这样的一个 安排就可以了 前沿 我们一起打 就是先打简单的一个 拟定 这个就属于一级 第一个级别的一个 章节的一个标题 章节标题 这属于第一级章节标题 你看我这里写了第一级章节 第一级的标题 这属于章第一章 但是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证文 证文一级标题 好了 然后呢 通常我们证文可能会分两张 那就再来一个证文一级标题 也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一级标题 第四个就是结论 通常我们最基本的结构 就是这样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 参考资料 我字体再稍微大一点 放大一点 大家请先读一下 好 最简单的 我们一般的就是 基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证文 通常我们在写论文标题的时候呢 就是不会把证文两个字写出来 只是说 这个内容是我们的证文 但是证文不是标题 内容是属于证文的内容而已 这样子 那这个第二和第三呢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两万字嘛 如果是做这些证文只分一张的话 那会有点太长了 有点过长 所以呢 通常按这个两万字的这个字数 至少要分证文 至少要有两张 要有两个区块 如果有三个区块 也可以看大家自己 是怎样编排自己的这个目次的 好 那 第二个证文 前沿的部分呢 就没有 就没有 就是二级标题 也就是下一级标题 是没有 那我们 那我们 第二个证文部分 它是有二级标题的 二级标题呢 也就是 还要 加括号 这边要 加上 一 就 二级标题 好 字体等一下我们再改 统一的会有一个字体的标准 二级标题 也就是 这个属于章 这个属于节 第二 第一小节 第三小节 我们先暂时 假设是这样子一个分 你这个一个大标题里面包含了 这三个小内容 它是包含关系 这个正标题跟下面的这个 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包含关系 而这个二呢 二 这个大写的二跟这个大写的三 他们之间是并列关系 这个都是同一级别的 但是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个一二三 跟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的 第二个 标题的 它是包含关系 所以我们在 嗯 在你标题的时候 你就是要考虑 它 什么叫包含关系呢 就是 我举个例子 大圣 跟小圣 那是属于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 那佛法 佛法 跟大小圣 是什么关系 就包含关系 佛法呢 它包含了大圣 小圣了 我是用 这个简单的 举例说明 什么是并列关系 什么是包含关系 所以这样大家在你论文的标题的时候 就把这个逻辑给它分清楚了 那么我们在看一个这个目次的时候就会很有逻辑感 就不会就不会出现 就是包含跟并列有一种弄混淆的那种感觉 有人问二级 二级标题怎么建立 二级标题就是 我们就给它下一个 然后再括号 我再来一次 这边 这边 我们刚才不是做好了 这个吗 下来 然后插入 括号 括号 大家同步操作吧 大家同时跟我一起 好 一 就二级标题 就写上去就好了 然后再给它复制下来就好了 复制 把这个内容 因为我们不止嘛 不止一个可能有两到三个 我们就这里假设呢 是三个好了 三个 小复标题 小标题 一二三 好了 这个是属于二级 就是它是属于二 这个下面的 标题 是这个含义 就是它是包含关系 这个是 我是在这里给它取名叫 二级标题 因为等一下在设置的时候 会设计到这些 这些名称 好 大家也在自己的 我的文档里面 也把这几个字打出来 好 可以了吗 对 好好 全影二级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很可能在二级标题下面呢 还会再分更细 我现在今天只是 就是把一二三四四个级别的标题 都跟大家做一个举例说明 这样之后大家就比较好操作了 在后面写论文的时候 好 那我们同样的 那我们同样的在二级标题下面呢 再给它回车 按 Enter键 回车键 就下来了 那接下来这个是这样的一 这个是属于三级标题 我们写 三级标题 有看到吗 那三级标题 我假设有两个 有分两个部分的话 我这里改二 可以了吗 大家把三级标题也一起加上去 可以吗 有 有跟上来吗 好了 那我继续 三级标题 接下来呢 我们 有可能呢 还会在三级标题下面还要再分 还要继续再分 好 那就是四级标题 那我们在三级标题的下面 再来一个 回车 回车键 再给它加 加一个四级标题呢 这个时候也是括号 也是加入括号 写一个数字的一 好 这样子 就属于 四级 标题 属于四级标题 假设呢 有 两个级标 好 这样子 那么一二三四个级标题 我们 就是给它模拟一下 假设都已经出来了 那这里的字体呢 标题的字体 我们 我们标题的字体 这边 统一设成标凯体 标凯体 好 然后呢 字体是十六号字 十六号字 张杰的标题 张杰的标题 是标凯体 十六号字 大家 看我 我写的这个模拟的 这个 版本里面就写了 前沿 还有一级标题 二级标题 这个都是标凯体 十六号字 标凯体 十六号字 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 到时候可以打开我 今天上午发的 那个文档里面 我都有 把字体调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是 在做这个部分 再缩小一点 大家看到 这个 木字 先不用管它 好 标凯体 十六号字 设置好了以后呢 参考资料 也是一样的 标凯体 十六号字 好 正常的我们 这里还看不出来 它的一个像阶梯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 没关系 等一下呢 我们做一个 后面会呈现出来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 简单的一个轮廓 给它标完了以后呢 我们假设这里有一个 内文 假设这是内文 我们也把这个内文给打出来 因为这 就是 后面设置到 对击到格式的问题 假设我们 写了很多 内容 进去了 好 这边空两 我们的 这个是还要加粗 刚才 刚才这个前言的部分 是要加粗的 标题 标题啊 这些所以 就方解标识 加粗 加粗 同一的 主持性加粗 好 我们做三行内文 的一个样式出来 好 那前言 就是张杰跟内文之间 是要空 空一行的 张杰 跟 我们的正文之间 永远是要空一行 他们之间 是要空一行 上下之间 就是上 张杰的 跟正文 跟正文标 正文呢 跟张杰的 前后 都要空一行 就是这个部分 这里有空一行了 这个部分 也是有空一行 可以吗 大家有 同步 同步跟上吗 我们好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 那我们正文的 这个是属于正文了 正文这 他的字体呢 字体是 心系名体 十二号字 心系名体 也就是这个字母 大家看自己的电脑 是这个字母 也可以 或者是写 心系名体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给他 按心系名体 然后十二号字体 可以了 那这个 设定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标准的这个格式 给他 粘贴下去 来 下面的 我们每一个 内容都是要这样子贴下来 就是上下之间 都要空一行 空一行 这边 这个 一样的 全部都是这样 就这样子贴下来 就这样子贴下来 大家也直接粘贴下去就好了 它的格式也会跟着一起贴过去 控银行记得上下 结论这边也是 好了 如何设置默认的首页缩净 这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这样的对不对 那我们按空白那个长长的那个键键盘上面空白键按两下 一二它就回去了 有看到吗 空白空格键按空格键两下就可以了 它就会内说两个文字 中间就是要内说两个字 可以吗 那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标点符号都是在中间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你们的标点符号是在中间吗 我们的据点呢 因为星系灵体 我们刚才给它设置的整个的包括标点符号在一起的都是星系灵体 那它的标准的标点符号就一定是在中间 如果不是星系灵体 标点符号就会跑到右下角去了 所以呢这个标点符号的位置跟我们的字体也直接有关联 好 好刚才的这个模拟的这个内文都有都有打好了吗 就这样 就是上下之间都是要空一行 上下之间空一行 都有打出来了 找不到星系灵体 星系灵体有另外一种名称 是英文的就像我电脑显示的就是P-N-I-N-G-L-I-U 这个 你看看你电脑里有没有 有的电脑它呈现的就是这个 你试一下 有找到吗 你找找看 你设置好的效果标点符号的话 是 对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个不是在中间 还是在右下角 这个是星系灵体吗 你再找找看 嗯 嗯 哦 哦 是哦 这个这个字体内文的字号是12号字 内文是12号字 是 星系灵体 诶 你的 你的 你找找看后面有没有 嗯 就是 没有带 后面的那个内容 是 星系灵体 直接就是单纯的 星系灵体 这样 哦 标点符号是在中间 哦 没有 只有一个 那这样的话后面你要安装这个字体 字体是可以安装的 嗯 后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实在是 嗯 没有星系灵体的话呢 嗯 再找这个字体安装 那个安装起来是不困难 就是 嗯 到时候我在我电脑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字体 它的 那个 档案 直接放到我们电脑C盘 上面有一个字体安装了 你看在电脑里面 C盘 在我的电脑C盘里面有个Windows 每个人都有就是Windows 里面呢它有个字体 字体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就可以安装字体了 嗯 这个 F-O-N T 这个就是字体的 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 哦 经细名字可以在中间 那就好 中间 那就对 对对对就是这个 里面呢都是 每个人 每个人自己电脑里现在已经安装了一些字体了 这个可以直接 可以别人直接把这个 发过去直接放在这个文档里就可以 可以 这一下 加密 这个 好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 直接放到你的 这一盘Windows 还有这个 这个文件夹里面直接放进去 这个字体它就出来 这个 是标准的 那说明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哦 这边 好的 那 我们 可以继续吗 哦 我看一下 对都是在中间 如果是心性名体的字体的话呢 它的标点符号一定是在中间 如果 不是在中间 说明标点符号 就是 如果是繁体论文的话 如果要写繁体字论文呢 那 我们的 标点符号就是 一定是要在中间的 那我们 可以再继续吗 可以啦 好 好 我们这边前沿的部分呢 它的位置是放在左边 左对齐 左边 左对齐 这个正文跟它是同一个级别的 就是正文的一级标题 它也是放在左边 一级标题呢 是放在靠左对齐 我们电脑默认的就是左对齐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是第二章 第二个正文下面的一个下一集 就是二集标题呢 这个我们把它给它自中 自中是怎么设置呢 你给它选中 然后这边有一个自中 大家看我的滑鼠 这边有个自中的符号 你点一下 居中对齐 它就自己会跑到中间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边 在我们上面有个开始的部分 有个自中 这边给它选中 放在中间来 可以了齐 二集标题 我们都给它放在中间 一起 就是全部都二集标题 就是二集标题呢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括号一横的一 括号一横 一横的这个一 我们找这个全部给它放中间 这个也是了 中间 好了 可以了吗 好的 好的 那我们 这样设定好了以后呢 大家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行与行之间的这个间距啊 行与行之间 是1.5间距 我们 全按Ctrl加A 按Ctrl加A全选 Ctrl加A全选整个文档 Ctrl加A 快捷键 然后单击右键 在我们这个 灰色字体的这个部分 单击右键 里面有个段落 有没有看到 段落再点开 里面有个行距的设置 有 有 打开吗 有找到吗 Ctrl加A 单击右键 有个段落 Ctrl加A 快捷键 Ctrl加A 然后呢 单击右键 有个段落 段落里面有个行距的设置 里面有个1.5倍行距 我们选中1.5倍行距 给它确定 这样子 有了哈 好 那这个行距 设定好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加设定它的目次了 Ctrl加A全选快捷键 然后有大家有设置好吗 就是 行距 行与行之间的这个 段落 行距1.5倍 可以吗 可以了哈 好 那我继续了啊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要设计到怎么做这个 超链接这个目次了 就是我们 我们看看这个最后呈现的效果是 是 是怎样呢 先 导航 就是要这样的效果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做出这个效果哈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 练习的这边 前沿我们选中前沿 它是属于一级标题 它是属于一级标题 我们选中它 好 然后我们找到 开始 就是上面的 功能键 开始这个部分 有一个 大家 有没有找到段落这个 段落的 因为每个人 他的word档 他的版本不一样 但是你自己找一下 你的段落这个按钮 这个功能键 里面 是这个样式 有看到吗 其实单击右键也可以 所以就选中前沿 单击右键 有个段落 也一样也可以找到 前沿要先选中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对齐方式 我们是左对齐 左对齐 我们的前沿一级标题呢 大纲级别 也就是一级 你看这属于一级标题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刚才是用一级二级三级 就是按这里面的名称 来给它设定级别的 一级标题 那我们的前沿是属于一级 所以大纲级别这里我们选一级 一级 左对齐 其他的就不用动了 其他的 我们只要挑这两个设置就好了 好确定 前沿的部分我们就设定好了 有 这一块有跟上来吗 大家都有跟上吗 因为后面的操作 都是有连贯性的 好 这个部分一级标题我们设置好了 然后用格式刷就可以了 直接刷过去 或者是你每一个自己从 为了让我们更熟练这个操作呢 我们先多练几次好了 一级标题这个也是正文的一级标题 也就是第二章了 这个相当于是第一章 我们这篇论文的第一章 这个是第二章的正文的一级标题 也是一样的操作 这个这里选段落也可以 或者是你单击右键段落 跟刚才的设置是一样的 左对其一级 然后确定 好 那我们就是第三章了 我们先把第一级标题都设置好 第三章 第三章 好 这边一级标题 这里 也是一样的 段落 然后左对其 一级 确定 第四 结论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其实格式刷的话 比如说我刚才3呢 已经 123的一级标题都设置好了 我选中它 我选中这个内容 然后按一下 点一下 格式刷 我这边 点一下 然后这边一刷 就好了 格式就刷过来了 那检验一下 看看真的有没有变好 我们点开 看看点这里 有没有真的刷过来 你看这里 对 我只是刷过来 它这边自动的就变成 左对其一级了 好 一级 包括这个参考资料也是一样的 要在我们的目录 目次里面给它显示出来 也是属于一级标 也是属于一级标题 这个级别 也是用格式刷看看 刷一次 等一下 格式刷 我们先要刷格式之前呢 我们先要 以什么格式为标准 比如说我以这个格式为标准 所以就要把它的标准给它选中 然后再来点格式刷 然后再刷到我们要 给它设置格式的那个文字上面去 给它刷一下 那这个5是不要了 这个5 给它刷掉 它自动的生成这个5 就给它刷 那它的格式也会变成一级标题的格式 我们再检验一下 左对其 大纲级别一级 对吧 这个就是 它也设置成功了 我们 一级标题 很方便 好 那一级标题就是这样设置 那我们设置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那这里呢我们就点到 嗯 试图的部分 可能有的人他是视窗啊 或试图啊 他的文字有点不一样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我们找到自己上面这个功能键 这个窗口 这边有一个导航窗格 有没有找到 导航窗格 有的名称 比较相近的 你就点开看看 不一定是这四个字 但是你点开看看它就是这样子的 功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目前显示的电脑默认的是隐藏 那我们现在给它设置靠左 我们点一下靠左 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出来了 刚才我们设置的一级标题 效果已经看出来了 有没有 那大家那边的 有没有 有没有呈现出来这样子的 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很好 就是比如说我要看前沿 我直接点 他跳到前沿了 我想直接看结论 我直接点这个目录啊 点四 结论 他自己直接跳到结论这个部分去了 所以这个非常方便 好好 好 不错不错 好的 好的 那 诶 有的人内文也跑到目录里面去了 内文不用哦 刚才可能你们在选这个的时候 选这个的时候不小心把内文也选中了 也把内文给选设置成一级标题的格式了 等一下呢我们再给他删掉 内文是不需要在我们的目录里面呈现 没关系 我们看什么样子 怎么样删掉呢 比如说哈 我们从这个 这个选 你看 从前沿下面的这个部分一直到这个空白 上下两行 它是有两栏 这个有一栏空白 下面也有一栏空白 也一并选中 这个 这个部分呢 如果有人把内文设置到目录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操作 就是把这个内容给他选中 从前沿开始哈 选中以后呢 一样的方法 就是段落 他正常的应该是 这样子 两端对齐 认文文本 他正常的应该是属于两端对齐 他不属于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级别 他是属于正文文本 可是你刚才在选 在设置一级标题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把这个内文也 也 选取了 给他选中了 所以呢 没关系 那我们这边把内文的部分再给他 嗯 选上 就是给他 选了以后 这边给他设置 改成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确定就好了 那这样下面的全部都是这样的 如果有把内文设置成目录的 的同学 那我们就 这样子一样的操作哈 也可以用格式刷 比如说我第一个 已经好了 那我就 点两下格式刷 点两下格式刷 它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刷很多次 如果点一下格式刷 我只能刷一次就没了 因为我们的内文很多 所以呢 如果你内文 有不小心设置成目录里面去了 那我们把第一个 给他调整过来以后呢 然后选中这个格式 选中他这个 这一块 然后点两下格式刷 双击两下 左键滑鼠 左键 连续点两下 那么我们再把他的格式刷到下面的所有的内文的部分 就是要这样的格式 你看 这样子刷 因为我这边没有改格式 所以效果是看不出来 但是你那边 一样的就是你点两下格式刷 那么他就可以一直在一直刷下去了 好 我是模仿 假设我这个不小心有有放到目录里面去来模仿你那个 哎 做一下示范这样子 好刷完了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这边的内文不见了 他就已经 嗯 不是大纲里面的目录的内容了 他就是正文文本的内容 他就不会在目录里面呈现 可以了吗 哦 英文版的 这个 这个要 嗯 这个我也不是很熟悉 这个要 要 之后再来 再来研究一下 就是 之后再研究一下 这个要 对这个英文版的这个 页面很熟悉的 因为我 没有办法 现在马上回答你 好非常抱歉 之后再研究一下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只是他 呈现的是不一样 好 好 那个内文已经消掉了吗 就是 内文在目录里面已经取消了吗 消了哈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一级标题已经设置好了 那第二级第三四级是一样的 好 一级那我们看二级标题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区分一二级呢 刚才就是这个大写的一没有括号的就属一级 那我们现在找括号大写的一它属二级标题 那我们给他选中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选中只能选中这个标题的内容 小心就是千万要小心不要再把下面的空白 甚至是这个内文给他选中了不要 因为你选中空白的话 等一下你这边会多一个空白 多一个空白出来 所以呢我们只能选中这个这个部分 上下都不能再选上一行跟下一行 哪怕空白的这一行也不要选中哈 好我们只选这个内容以后呢 然后跟刚才设置是一样的 这个呢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居中对齐 那现在呢我们二级标题是放在居中对齐 然后呢这个大纲级别是属于二级 居中对齐二级这个是二级标题 我们点确定 有没有看到这里马上就跳出来了 有没有二级标题它很明显就是刚好在 它的下一个阶层这里面就很 层次感就出来了 有没有 大家一起操作看看 内文格式刷刷完字体变了 哦 你可能刷的时候是不是全部变成标题的字体了 那可能你 没关系 你把前面的第一个前沿的部分呢 给它重新设置成信息明体12号字 信息明体12号字 然后呢我们再用格式刷 因为你可能刚才不小心把前沿的那个格式给它 给它用上去了 我们再重新把前沿的内文的部分 包括这个空格上一空格跟下一空格给它一起这样选择 那我的这个示范操作 你看这边 假设哈 我不小心 比如说 哦 我变成这样了 很乱了 对不对 没关系 那我把这个都干掉 好 比如说变成这样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这样选中 但是上一行跟下一行也要选中 因为它的格式也也垫了 所以呢 我们上下都要一起空白的这 上下两行都要选中 那这边就改成信息明体 信息明体12号字 这个是没有加出的 这个内文是没有加出 可以了吗 只要把前沿的改了以后 那么现在再点两下格式刷 双击两下格式刷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从哪里刷起呢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把标题又给刷成内文的格式了 所以这个很小心 我们刷的时候要找准 你要刷的对象找准点 你看这里不小心内文跑到前沿里面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里呢我们赶快给它设置成 调一下正文文本 其中 对齐 这个居动对齐就错了 应该是这个对齐 正文文本 好了 你看 它不是属于大纲级别的 一定是正文文本的这边 好这个格式已经确定好 无误了 我们再点两下格式刷 然后再从这个部分开始 有没有 从这个空白就是这个 第二个 二级标题下面这个部分再给它刷 有没有 一样的 一样的 给它内缩回去 两行 可以了吗 下面一齐类推 就是这样刷 我们在给它刷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上下的别的格式给刷一起刷错了 OK了吗 可以了 好已经恢复了 哦 好 那 正文法是那个英文的呢 那事后再 私底下再研究一下那个英文对应中文的 它的功能键对应是哪一个哈 我们还有七分钟 大件时间 第二级标题呢 就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二级标题已经设置好一个了 我们可以用格式刷的方式 点两下 双击 两下 如果你怕格式刷刷错了 我们就 还是按部就班的一个一个的设置也可以 好 那我们刚才不是设置二级标题这个部分吗 我们这里呢 这是属于三级标题 一样的也可以 设置这边 点 这个呢是属于左对题 左对题 左对题 就是这里面所有的标题 只有二级标题是放在中间的 其他的全部是左对题 只有二级标题是字中 那么其他的一级 三级跟四级都是左对题 这边就是属于三级标题 我们选三 我们选三 我怎么知道是三级标题 你看我就是这个一 这个一 它就是代表三级标题 好 我们确定 这边有出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要区分一二三级呢 这里的它的阶梯 呈现才会出来 一级的就会在这边 二级的就会再往后缩一个 缩一个缩一个 缩一个字体的一个 一个距离 一个距离 三级标题呢 它往后再缩一个 才会呈现出它的级别 它的层次感 可以了吗 好 那我们这个四级标题呢 就是跟刚才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呢也是 左对齐 这里写个四级 点确定 有没有看到这边就 目录这边 马上就出现四级标题就出来了 它的 样式就出来了 一二三 就是一 二三四 四个阶梯 它的层次都出来了 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也是四级标题一样的 左对齐 左对齐 然后四级 怎么区分它的级别 我们看它的名称 首先一级就是一横 这个大写的一 这个一横的一 然后二级就是括号一 三级呢 是数字没有括号的一 四级呢 就是代括号的小 就是数字代括号的一 这样区分 就是这种层次感就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 这个呢是属于几集呢 三级 我故意用这个名称来作为标题 这样比较好区分 那三级的话 也是左对齐 因为只有二级标题 我们给它聚中 其他的都是左对齐 那这个是属于三级标题 点确认 你看这边就出来了 有没有 三级标题 它是在同一个 同一个 这个 对齐的 一 这个 一跟二 这个是对齐的 有没有看到 好 这个是属于二级标题 那我们这边 是属于二级标题 刚才是有设置 居中对齐 二级标题 有没有 这个都出来了 大家有跟上吗 二级标题 好 你看 这个一定要选对 我们这个才不会错 如果把这个变成三级标题 它就变成效果就不是这样子了 一定要这个这样子的这个一 破号这个一横的一 一定要在同一个这个 同一个层次上面 才确定是没有错 好 这个已经标好了 那下面的结论也有了 参考资料也好 OK了吗 就是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标题的这个 都已经在这个目录里面呈现出来了 对 大家可以试一下效果 试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要看结论 你直接点目录的结论 就是可以直接跳到文本里面的结论里面去了 如果我要看这个第二大章的这个三级标题 这个你看马上就跳过去了 结论怎么设置 结论也是属于一级标题 结论我们给它设置成一级标题 就是我们选中四 把这个四跟结论给选取 然后这里设置成左对齐写一级就好了 它是属于一级标题 它跟前沿跟这个第二跟第三的这个正文的一级标题 是属于同一个层次的 是属于同一级别的 参考资料也是一样的 参考资料 因为这个部分都是要在目录里面呈现出来的 是属于一级标题的这个设置 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可以了吗 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吗 好了哈 如果这个设置好了 如果这个设置好了 我们的页码你看 接下来呢 就是页码了 因为我们 首先一篇文章 前面是有一个封面嘛 封面它不属于页码的 它不在页码的半袖之内 我们先把这个给它删掉 我们前面空一个空白 空白页出来 假设它是封面哈 用按回车键给它 把前沿放在第二页 我们把前沿放第二页 第一页给它空出来 假设这是封面 那我们的页码呢 是要从前沿开始算起的 包括它的 因为这里还没有目录嘛 没关系 等一下会 最后我先把页码设置好 这里呢 前面一页给它空出来 当做封面 那第二页才开始设置页码 我们目前是没有页码的 好 那怎么样从第二页开始设置页码呢 我们是 从第二页这边打 打开第二页这个界面 然后呢 再插入 插入页码 我们看插入页码 目前是处于无页码的状态 这里呢 大家有找到这个功能键吗 页码 然后这边有个页码 这个按钮 我们点一下 大家 有看到这个窗口吗 打开了以后呢 它默认的样式是123 然后底端居中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它默认的也是这样子 那下面这个我们点 嗯 起始页码 点这里 起始页码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 现在这一页开始 作为我的起始页码 也就是我要以这一页 作为我的第一页 这里写个起始页码 1 也就是这个 我目前打开的这个界面 是我的第一页 是给它1 1 然后呢 就是从本页 我们这里要点成 这边有两个设置 1个是集水页码 1 要选中这个 2个是本页集之后 也就是说 从这一页开始 为第一页 然后1 1 4就是2 3 4 5 6 这个页码 它就开始 1去往后排列了 OK吗 大家这个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点确定以后 我们看效果 你看这里 实际上 这是我整个文档的第二页 实际上 因为我第一页是封面码 但是我要它的页码 从第二页开始 那这里就是1了 这边呢 接下来就是2 3 对不对 就是接下来就是1 2 3 实际上我这个整个 是一共有4页的 为什么只有3 3个页码呢 因为第一页 有封面 是不能算页码的 好 那我们这个页码 设置好了以后 最后一步就是插入 我们的目次了 你看我们刚才没有目次 对不对 目次是在这边 但是我们的文档里 是没有目次的 那最后一步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引用 大家打开引用的部分 有个目录 有没有找到 今天要耽误大家 几分钟了 所以把这个最后一个内容讲完 就是引用的部分呢 有个目录 我们点开 但是我们的界面是点到前沿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 点到我们的这个界面 文档的界面是要点到前沿的部分 然后呢 在后面的功能键点引用目录 点开以后呢 我们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这里有个自定义目录 下面有个自定义目录 这个 有看到吗 我们选中以后呢 再弹出一个窗口了 有打开了吗 打开了以后 这里有个显示级别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设置到第四个级别了 那么所以我们给它调整 是 我们 要它在我们的目次 我们文本里面的目次 显示 把四个级别的 标题全部要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再改成是 这样就可以了 点确定就好了 看看是什么效果 确定 你看 它自动的在 在封面的下一页 也就是第二面 它自动的就会自动链接 超链接 这个自动的插入这个目录了 而且它的页码就是对应的 对应的 实际的页码就是刚好 比如说我测试一下 那这个二级标题跟这个 这个刚好是一个第二页跟第三页 我看看有没有错 确认一下 那这个二级跟这个 二级标题二跟三 也就是第二章的 也就是这两个部分 我们验证一下 一个第二页 一个第三页 它刚好是跨页 我们看这个是不是第二页 你看 这里刚好是第二页 有没有 页码在这里显示出来 那我们这应该是第三页了 对吧 那它就是刚好在第三页 确认无误了 它这个说明这个超链接 我们操作是没有 没有错误 它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它插入超链接 它就显示自动的生成这个目录了 它就是四个级别 就是非常的有层次感 很清楚一目了人 那这个目录呢 它是要单独一页的 所以我们把前沿再往下 前沿再往下下一页 就是不要跟目录在同一页 用回车键 给它敲下去 这样可以了 那我们的目录呢 那这个前面给它加一个目次两个字 放到正中间来 好 那这样我们的给它来一个空一行中间 就是这个目次跟下面的内容之间 要一个空一行 这样不会太拥挤 那它的字体也是有 有规格 目录的字体 这边我有写了 是标凯体 14号字 标凯体 14号字 那这个内容是多少字体 我们这边是标凯体 12号字 标凯体 12号字 这个都是标凯体 一个14一个12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是标凯体 14号 那这个呢可以全部选中了 这个刚才这个全部选中标凯体 12号字 好了 那我们的目次呢 就做好了 那如果要修改目次的话 我们 比如说哈 我的前沿我改了 我改字了 我改成序论了 我在这里改 我在正文里面改哈 我改成 序论 我看看有没有变哈 哎哎 他自动的这里目录也变了 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左边的导航这边 他也变成序论 我们看看这里的有没有变 哎 这里没有变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就是在把下面的所有的 不管是标题也好还是大概级别 就是我们这个内容 字都有变了以后 整整个变了以后呢 我们最后再回到这个 目录的这个部分呢 目次的这个部分全选 全部选中 然后 单进右键 单进右键 这里有个更新欲 有个更新欲 单进右键以后 这里有个是更新整个目录 他会随着我们以下改变所有的叶码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标题也好 全部更新 做一个更新 我们再看前沿续论 对没有 他跟着变了 叶码他会相应的也会跟着变 按我们更改以后的变了 当然字体他再又变回去了 我们再重新设置 再重新设置一下 好 好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 我的目次啊 他也变成第一页了 我的目次变成第一页 怎么办呢 本来我是想前沿为第一页吗 原本是前沿为第一页 那我们要重新设置页码了 好 我们把虚论给他删掉 实际上我前沿才是属于第一页 目次他不可以算页码 那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再删掉哦 就是我们如果页码错了 那我们再插入页码的部分 再给他取消掉 页码换成5了 单除页码 我们的页码 等一下 我再重新操作一次 我们的页码呀 页码 给他删掉 5 给他不要了 好了 先删除了以后呢 我们再重新来操作 删除以后 就没有页码了 我们跟刚才一样的操作方式 再打开 就是把文档呈现到前沿的这一页里面 然后再重新设置页码 然后这边有一个页码 然后起始页一 本页几之后 也就是从前沿开始才算页码的 确定 那我们的地页 是不是又只是在前沿 这样变成前沿才开始算地页哦 前面的目次和封面是不算页码的 那就变成一二三页了 这样大家有学会吗 就是页码的设置 因为这个页码必须要跟 我们下面的是对应的 刚才我页码重新设置了 那么这个应该正常来自一 那怎么办呢 这边我全选这个目次 因为我们的页码 它这个目次必须要跟着手动 单击选中整个目次单击右键 有一个更新域 更新域 因为刚才我只是更新页码 所以呢 我只要选这个 只是更新页码就可以了 确定 有没有看到这个马上变成 我现有的这个页码了 它会跟着变 就是 好 这样子 大家 目次更新 好 目次更新 比如说我刚才的页码 我重新设置了 对不对 我再给它特效 本来我的前沿 应该是正常是第一页 对不对 但是我 因为之前我 重新设置了 那它这个目次呢 是没有变 没有变化 那怎么办 应该正常是一 我 那这样要把整个目次全部选 选中哈 全部选选取以后呢 我们首先把整个目次选了以后 单击右键 单击右键 里面有个更新域 里面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更新域 一个是编辑域 我们选更新域 更新 以后上面也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指更新页码 还有更新整个目录 指更新页码 也就是说我刚才页码变了 但是我整个的内容并没有变 那我只要选第一个就好了 更新页码 如果说我标题的标题也改了 我们我在下面正文标题改了 那么我才要选更新整个目录 它是包括修改标题和页码的 那所以我们看自己的情况而定 如果只是变页码 我们只要选上面 如果我们的这个标题也做了调整了 那我们就要选下面这一个 好我们目前只是改页码 我们点确定 有没有这个马上就变 变现在的正常就是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就是一二三 目前我只有三页码 这个页码是属于从前年开始算起的 封面和目次不算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好 目次的更新 大家也了解吗 因为今天时间已经超十 快十五分钟了 如果有觉得还是有不明白的 可以私底下问我 或者是下一次上课 有疑问的也可以也可以在课上问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 掌握大家这么多时间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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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